得到無數人歡心的橡皮鴨 臨別再職 得到商場關牌只得一次的歡送儀式 創作橡皮鴨的荷蘭藝術家霍庫曼 也有到場跟大家道別 他再感謝各界支持鴨仔 至於鴨仔未來的亞洲行程 就暫時賣到關前 人山人海的尖沙咀海旁 星期日旺上交往 追鴨一族輪著說拜拜 又出動電話上機 為集體回憶留下印記 我覺得應該對於小孩是一種很新奇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們大一點的人來說 就是懷舊 很可惜 不過不要緊 這個是必然的階段 去完這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 都是好的 他都走了 你會不會捨得去 會 為什麼 怎麼打的 因為第一次見到這麼大隻的鴨 不在這裡打 但我在這裡逢來逢去 很可惜 鴨仔來香港短短過幾月 人氣爆燈 意大利和小商機 香港風行電視記者 生活到